9月中旬,一个周末的午后,在新疆阿勒泰富运县民俗文化活动中心,一场赛马比赛即将迎来高潮。 平均年龄仅有13-14岁的少年棋手们正在完成竞速赛的最后一拳。 赛道上飞驰而过的马匹扬起阵阵黄沙,一旁的教练卓勒波里德正在赛道外为他们加油呐喊。 现在控制马特别好,是他控制住了马的步伐和他的那种心情。 今天总共是六场比赛,已经完了四场。 哪有几个第一? 两个,这个跑完就两个,最后一球,完了就是结果。 夺冠马匹刚冲过终点,卓勒波里德就飞奔着一向前去,马背上的少年也骄傲地向观众席比出第一的手势。 表现得怎么样? 特别好,特别优秀。 哈萨克族小伙卓勒波里德今年刚满19岁,但他已经跟马打了十多年的交道,因为爷爷和父亲都精通骑马, 他自小就受到马文化的熏陶,并立志当一名职业棋手。 我爷爷就是以前就是这种比赛,然后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,就是我受到了我爷爷的影响,然后就喜欢马这种。 我爷爷就是现在七十多岁了,已经跟马接触六十多年,然后我从三岁开始接触马,跟爷爷学技术那种。 然后后面我就选择了上马术学校。 虽然出生在慕名家庭,但距离成为一名职业的棋手还有很大差距。 为了实现梦想,13岁时,他进入当地的中学马术特长班进行系统的学习和训练。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马术培训班,上了三年,我在马术培训班知道了怎么养马,怎么投入到现代的马产业,如何搞速度赛马,怎么养马,鱼马,繁育马,都是在上学的时候学到的。 在2019年,卓勒波利德获取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证,随后又在2020年获得了国家二级教练证等资格证书。 如今,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,但卓勒波利德遇到了新的挑战。 在内蒙古一万两千米比赛中,比赛没有那么理想。 是原因,我们都熟悉不了那边环境,使我们对手也太强,没拿到很好的成绩。 这也是我第一次将外的比赛,是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,但是我们激励了经验。 在训练马的过程中,我们每天都定下来时间,比如早晨六点钟训练马匹,然后怎么喂马,然后我们自己的体重怎么固定,练我们的平衡,练每天训练马,早晨训练马也训练我们自己。 从牧民的孩子变成专业的马术教练,卓勒波利德笑道,感受最大的是社会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改变。 爷爷父亲那辈养马练马靠的是经验,而自己更多的是靠科学。 现在他有了一个新梦想,要努力奋斗,在未来的比赛中拿出更好的成绩。 每一次我都荣得获奖到家,发现家里人特别高兴,给邻居们讲,儿子获奖,我特别自豪。 我家里人特别想让我当一个全新疆认识的教练,我也努力奋斗,带着我练的马和我的棋手,参加地区比赛,全疆比赛,想拿更好的成绩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